看一下这一局的班旋 我刚刚看到一毛的镜头 其实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他要 一毛缺了两颗牙 他在换牙吗 我不知道 但是一毛真的缺了两颗牙 待会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注意到这一点 牙缝好评 牙缝好评 这位EPA是一般般掉的暴女 无语了 这个暴女真的是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 就上一把确实是 如果没有暴女的话就输了 而且暴女扮演了 他们队伍唯一一个poke点 而且还补了对方poke的回复 这个真的是恶心 但是你要说他全场的表现 就对于敌人的表现 怎么感觉差那么一点点 对对对 好 虚空挖掘机 虚空挖掘机 PE是没有选择 PE这边是少掉一个半人名额 少了一个半人名额 我看看是不是换人了 并没有换人 为什么会少到一个半人名额呢 因为打的时间太长 就这样你还敢翻盘 对 缺掉你一个半人名额 我也想起来一毛 你刚才说缺两颗牙 我想那句就是 缺了牙并不能影响 我当比赛 缺了牙并不能影响 因为他其实很可爱 而且很有礼貌 上次跟我打招呼 其他都还好 嘴一裂一笑 当时就震惊了 两个黑窟窿 哇 一毛的瞎子 其实他们想一抢利桑卓的 那这么PE的话就 PE要拿吗 不知道 利桑卓加一个辅助 或者说是直接扶野 还是扶野 但是我觉得十七 十七 这个人他的英雄词 是你没有办法去针对的 他英雄词很深 反正辅助和打野 一定会选一个 别这样 我觉得飞机这么早拿 因为这么早拿出来 就很容易被对方 Counter Pick 对方只拿了一个打野而已 好 一般我们只要这么说了 那么就妥了 这是有多自信 这个 凌乱在之前的比赛中 也拿出了很多款飞机 这个太容易被Counter Pick了 就是一二手直接先拿 线上英雄的话 对 而且蓝博 蓝博太容易被针对了 是啊 因为之前怎么说呢 就是在S4总决赛的时候 当时觉得蓝博这个英雄 是抗中旗下 就是那个时候 国外只要拿蓝博的比赛 中国队书面很大 是的 然后 因为那时候 大家都是什么大树啊 龙女啊 然后国内拿蓝博出来 就是被抓到死 当时神超的那个 就是当时LMQ打的时候 神超那个蓝博 除了第一二场 发挥特别亮 是打败OMG 后面那个蓝博 整一拿出来 就是被私人无限抓的那种 对很惨 然后这一次 这次主要是我 就是因为这几天 前几天一直都熬夜看IEM 其他比赛都没怎么看 然后也是发现蓝博 然后蓝博 这个点拿出来 还是老样子 就是容易被针对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蓝博 就是那个 TSM那个蓝博 拿出来以后 是被针对了以后 当时他没有选择 就是蓝博的 就是一个通俗书装 就是直接走三穿 就是小面具 法穿鞋 然后在走精神那种 他是直接先裸了一个蓝博里的折磨 就打的就是一个大招 我说大招什么都不要 对 他这种出装的话 就是对线对不过 但是他打团 只要放好一个大招 就可以了 就可以逆天 对就可以逆天了 对 所以说现在拿蓝博出来 就不怕被针对了 只要你够装备 出一个蓝博里的折磨 对团队这种 但是团队一定要补AOE伤害 其实安妮是最好的 其实安妮他们这个阵容 拿来当辅助 或者说是 我相信当时还补了一个什么 反正就是AOE 补团队AOE伤害 然后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说起来 如果这几个点 其实EPA除了瞎子这个点 让PE拿到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但是EPA这边也肯定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因为这局的阵容 好EPA的这个中单 要教啾啾怎么玩妖机 对 教学版 他就觉得刚刚 其实刚刚啾啾啾真的发挥得很亮眼的 就只是没拉人头而已 P这里要出机器人吗 这个应该是巨坊一枪 因为风女毕竟已经出来了 我就不信他敢用风女中单 大虫子 啾啾的大虫子之前的表现 第一次拿出来是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我们看看这一局 双方会进行怎样的一个对阵 上一局是非常精彩的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局的 好了观众朋友大家好 比赛是开始了 我们看到EPA在蓝色方 PE在紫色方 这一局双方的阵容都有了相应的调整 对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刚的打团阵容 希望这局就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发育时间吧 因为两边实在是太稳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上一局一样 即使双方拿到的是比较适合打团的阵容 他们也会选择 发育很久吗 对然后大家在一个时间点约好了 我们来干一架 EPA这局又拿了这个 拿的是上局PE的赢的这个阵容 就是第三国家安妮 然后又是妖姬 就是这三个核心点 打游戏 然后配合 配合这次是配合的是 他们真的如果 如果阴王不拿 瞎子的话就完全一样 对完全一样 要拿这个阵容反脏 那这局的话呢 直接屁一两个人出两个睡衣 对 就好了呀 主要是 就上一局已经自己被这个阵容打得很难受了 对 其实大虫子这个点的话 一个大虫子中单 说起来就是你看起来它挺大挺肉的 但它其实非常脆 而且因为体型很大 特别容易吃技能 是的 基本上所有的技能都能吃到 而且伤害基本上都能打实 就全权到肉 是不是想的是 啾啾只要在这局里面 只要啃一口就可以了 就是打团的时候 只要啃一口 找出关键点 不管了 现在附魔一个师针 打团之前先闪现上去啃南枪一口 对 然后再开始打 对 然后你因为他们这个 EPA这个阵容的话 南枪的输出点也是核心吧 很关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双方是选择 这边EPA是拿出了你的阵容来打顶 那么我觉得这一把 PE说我 还是上路 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对 问题就是说 PE已经拿过了这个阵容的话 他们应该也很知道阵容的缺陷点在哪里 对 这是一个前期特别强势 但是中期真的容错率太低的一个阵容 就怕对方出水银 是的 而且这局这个妖姬到底打得怎么样 也很关键 因为说显的话 就是妖姬那一套 秒人 其实啾啾的这个伤害打得非常足 我觉得啾啾上一局 他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 TPE 先打 对 先打财一个 对 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 对 要不然PE很可能在几波团战中 就已经要 失败的迹象 那么这边前期一阵下路也是压得比较凶 这里是 晕住 但是没有机会 凌乱 今天一手就拿出了飞机 这也是相当的自信 说起来的话 这个下路组合 如果是你让 把这个飞机这边下路组合重新搭配一下的话 你觉得会 你觉得会拿怎么样的一个组合来打他们这个阵容 而且打下路也比较好打的 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我觉得 有皇子有蓝薄的情况下 我觉得拿一个比较能收割的也不错 飞机算一个 我在想 我在想 如果把风女换成纳美 会不会对线上和打团都更好呢 就是也可以给对手打一个反手 打反手 而且线上他们打南枪加安妮 也会比较强势 被对方就是压着打了 对 因为纳美前期的输出现在很高的 而且有回复 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风女给的是盾 她不是血 可能还是一个选手自己选择的原因吧 对 纳美这个英雄 就跟有些选手 她其实不爱打 爱用的特别爱用 对 就是还不太爱用这个远程辅助 这也去遭遇 但是一个是红蓝buff 一个是蓝buff 你这是在打什么 而且蓝buff那个还是入匹到人家野区 对 这要被包 那边有个眼 好 打不着过去 我不相信你还要踢黄子踢回去 还好有利桑卓接他 这里比较尴尬 嗯 JoJo也过来了 啊 这个走位有点漂亮 没有吃到第一个 这里反而是浪费了 JoJo一点时间 这个虾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对 叫胆肥虾 就一毛 一毛的虾子就是这样打的 一毛的虾子超厉害的好吗 一毛虾子他 我说实话 他他的首秀的时候 那个虾子啊 嗯 其实就虽然也是 算是成名之战吧 嗯 虽然前四十分钟 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最后一脚 就直接决定了 他成名虾的一个地位 一脚踢五个吗 对 一脚踢 呃 当时是踢利桑卓吧 嗯 踢回塔下 然后奠定了那一场的一个优势 就前四十分钟都在梦游 你知道吗 就跟刚才暴女一样 其实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感 有任何作用 对 这两个人真是 走到哪都会碰面 嗯 是缘分吧 好 这局EPA很早的进行了一个扶野双游 是的 抓中主有没有机会 因为大虫子 大虫子还是很有机会的 他好多兵啊 哎呀 闪现练 啊 这个有机会的 学生拿到了医学 这个安妮这个晕很关键 因为安妮如果晕不到的话 妖姬在这么多兵丛中很难去练到这个大虫子的 但是我感觉这里 会不会技能教的稍微有点多呀 其实 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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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安妮加男枪在下路肯定吃不了什么亏 对 唯一就可能说因为打得太长是压线过去容易被抓 但是他们既然安妮去游走的话 这个兵线肯定是往回推的 是的 那么安妮和 一毛的第一次游走是取得了 不是安妮和一毛 好 冰狗和 哎 不对 二代 二代 二代和一毛的第一次游走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他们两个名字很有意思 你发现没有 对 一个是一 一个是二吗 对 一毛二代 那其实石器也是他们的人 是他们的小弟 对 都排到哪去了 对啊 下路密线很安全 这就是直接控制打一套 哇 这个很烦 真的很烦 安妮加男枪打飞机加 加不带回复的任何一个辅助 都是很 对 这里安妮我就 安妮是要假装有人 你知道吗 是的 突然很快的跑过来 对 这样的话连经验都没有办法吃 对 这个套路有点女士不爽 我好在这里 P也是选择去打一个青蛙 我每次听到 这个韩国外员说的商丹米 都好奇怪 他在说什么 就是那种韩式的那种英文 这个妖姬手速有点快的 哇 又被抓住 哇 W躲开 皇子 EQ皇子没有办法继续跟进 这妖姬手速有点快的 因为当时 大虫子回头肯定是秒沉默 但是妖姬是 WQE同时摁出 哎 上路单杀了 这应该是 看这个位置是蓝博月塔 被反杀了吧 月塔去杀利桑卓 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对 我是一个打游戏非常怂的人 我超爱用利桑卓 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怂的话 没有人可以月塔强杀我 完了这局 啊 快开上路 这个利桑卓 好 一回去 蓝博大招 哦 原来是大招在上面 闪现 红温了 对吧 两个控制技能很难受的 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实际上也没有蓝了 对 蓝吗 嗯 实际是蓝博 哦 哦 对对 那个利桑卓是没有蓝了 对对对 到最后的话 他就是正好剩下两个技能 你还活在上局 主要是红温了 太可怕了 红温了以后 利桑卓闪现他A不到 嗯 这才是最可怕的 就是他自己把自我沉默 然后又A不到人 好难过 特别尴尬 嗯 如果 哎 怎么秀 伤害估算 比较准 嗯 差点以为我们又可以看到经典的一幕了 老瞎子 老瞎子 说一下这个瞎子 如果他真的被红buff打死 这个瞎子绝对是全 淘宝拳的徒弟 也是一战成名的前走 对 这样的话 双方下路的补刀是压了二十多刀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 包括中路也有一定的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 EPA拿到这样的阵容 前期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线上的优势 但是两个人头的差距 对于之后的比赛来说还不好说 这局蓝波没有被怎么针对 但是他居然被献上单杀 真的好伤啊 因为他在这种没有怎么被针对的情况下 他肯定压着利桑卓打啊 是 就很气 对啊 刚才17可能也是有点上头了 他可能也是看着 觉得利桑卓的蓝量是不够的 嗯 他想至少能换掉啊 哎 这个 好谨慎 好在17是比较谨慎的 嗯 看到睁眼了 看利桑卓这个位置就知道有人要来 哎 一个又调起来 大招框出 先把伤害打足 但是蓝波比较谨慎 蓝波觉得有人他往后推了一下 哇 这来的是安妮 这要是 这要是打野的话 蓝波大招直接可以双杀的 刚刚蓝波的大招是没有烫到对面 冰女 好气啊 好气啊 哇 蜂女也走不了了 这个蜂女 好绝望 是时候跳一波舞了 小伙伴们 安妮先扛塔 但是安妮要被塔打死 哎 为什么这安妮会先扛塔走过去 简直是萌到不行 他们觉得已经 就这个人已经是我 瓮中之鳖了 你知道吗 这个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安妮先扛塔 因为安妮没有闪现 也没有位移 她这个血量最多扛两下 是 这种情况下 EPA前期还是打出了较大的优势 经济差距也在 十一分钟的时候就有了三千块钱 但是还不足以转化为最后的一个胜势 关键还要看PE接下来的应对 其实刚刚这几波真的可以感受到前期阵容的强势的优势 就是对面来的是安妮 我来的是疯女 就是不一样啊 对 说起来的话 刚才那个上楼那一波我还在想 蓝博那个位置 她第一时间都没有放大招出来 然后而且她站位很远 一直是先用E都没有直接用Q去贴脸双 她知道后面有人 对 她后面上去的话 她然后没想到来的是安妮 如果来的是瞎子的话 她大招可以反杀的 这个安妮又是非常漂亮一个W 把两个人晕在那个地方 然后所以南枪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W又亮了 这局安妮好亮啊 说到刚刚你说上了这波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蓝博放大招的时机 如果能在 早一点 大招刚完的时候就放 她是想的是 她要等后面那个人来了以后 她要大两个 但是安妮是卡了个视野 闪现进去大两个 这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如果是瞎子跟过来的话 然后她再放大招 对 就是直接双杀了 万万没想到 下路 下路 明道 明道 但是安妮没大 安妮大好了 刚好 那么这里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看召唤是技能 这就打不死 感觉是看到了呀 安妮这一套打不死 安妮加南山这一套打不死 因为飞机有有治疗 而且他们这一波的话 安妮没有点燃 他们这一套很难打死 飞机啥都有 但是如果先打消耗就不一样了 就是飞机在满血的情况下 他们两个这一套是打不赢的 双方 这里皇子已经走了 下次要绕一圈吗 不绕 直接走了 太紧声 在这样的生死局 就可以看出双方都太紧声 现在打不死的 现在是彻底打不死的 就是安妮和南山这一套打不死 风力有大有虚弱 只能说先把这波线受了 上路蓝博有点伤的 因为利桑卓刚刚那两波打下来的话 已经有两个人头了 对 这样的情况下 好 安妮有点燃了 本来蓝博打利桑卓还是比较好打的 还好 两边都推线推的很 就是很严重 但是蓝博因为他有一个大招的 那个达到六级了以后 他的伤害是要比利桑卓要高一点 对 这局蓝博 应该是要探索者护壁 或者是裸 篮子里折磨 因为他抗压了 对 还是需要一个大招的伤害来支持 他还是精神比较好 他打 他线上打利桑卓的话 利桑卓现在这身装备好到不行 他出探索者护壁 再发育发育 然后这个小龙再让两波 要等一下装备才行 除非他们是想要去 就是下一波小龙也要打团的话 他才往那个 就是 怎么说 蓝的里的折磨 就是想的是中期抱团的话 他就是直接出蓝的里的折磨 那这个一毛入侵的很深 要做视野 因为马上小龙刷了 所以说蓝博也是要赶紧回家 蓝博直接补了个法穿鞋 这补伤害 蓝博直接直接TP上线了 那就不要这个小龙了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们现在不太打得赢 所以说干脆把小龙放掉 先等他装备成型 一旦蓝博的装备有机会成型的话 在小龙处的团战还是比较好打 就是出于一种关门放大招的一个态势 对 我看不到利桑卓的等级啊 利桑卓是不是11级 利桑卓现在肯定发育是非常好 利桑卓是11级 那放这个龙就更情有可怜了 因为蓝博现在是10级 利桑卓是2级大招 这样打起来会很吃亏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继续发育下去的话 其实等到利桑卓他出了精神之后 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而且蓝博刚好没大 上午之间大招清兵回去吧 这里 Romantic压得很凶 凌乱也是不敢过来 知道你 吃掉了这只小螃蟹 实际也是抓紧的在发育自己 因为前两波被干了之后还是挺伤的 看皇子的位置 现在是在往 他现在必须要帮时期补一点装备 不然的话 还是没去 啪啪啪 穆穆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才会展现他的用处 对对对对 上一把也是啊 上一把前一点时间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我们前耐心的等待 诶 EQ 是时候了 EQ没中 他旁边配合的是疯女 他们打不死这个标击的 对这就是他们现在最尴尬的地方 我觉得他旁边即使是大虫子也不一定能打得死 很尴尬 现在伤害不足已经体现出来了 只有等蓝波 蓝波又是大招清兵 现在蓝波线上打不过力藏着 他只能这样 这里安妮是来到了上路 现在这个塔的血量有一点点少 这个塔要放了 前面P这个劣势有点大 在十分钟 在十六分钟 经济差距虽然只有四千块钱 但人头比 看上去已经有挺大的劣势了 主要是这个经济 一个是在上单身上 一个是在中单身上 这个 最关键的两个点 对很烦的 因为上路 就是利桑卓发育很肥的话 就是一般路人局 为什么利桑卓都不放出来 就是害怕 就是利桑卓有装备 他的这个爆发伤害 对对方的一个威胁 实在是太大了 是的 像这样又有控制 又有爆发的英雄 因为他这个 对 他这个控制在前中期 没有水银的时候 比较硬 而且这套爆发伤害很高 是的 就是如果他利桑卓发育不好的话 就是他一到伤害打不死你 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只是单纯的留住的话 他并不能承担 承担一个前排的作用 这种情况下 他只要大招给别人 他自己是必死的 对 就是他如果一套 不能秒了别人的话 现在双方又进入了 我们刚刚之前说到了 平稳的发育期 但是这一局跟上一局有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一局 跟上一局挺像的 只是双方反过来了而已 这里的话 前期也有一定的小优势 蓝博也是直接把篮子里折磨 做出来了 好 看利桑卓这个装备肯定是要往金身再走 大面具和法穿鞋 哇 现在腰肌的伤害还是挺高的 对 这里飞机已经状态非常不好了 尤其是想要先做一个poke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 利桑卓 利桑卓惊声了 这波要抱团打起来的话 利桑卓TP过来 很有可能把路口直接封了 这个位置到底 到底要打吗 安妮大中两个 利桑卓直接TP下来 TP下来 可以把大虫子留住吗 他留的是后排 哇 这个位置 非常棒 漂亮 蓝波主要是蓝波线装备太差了 对 但是凌乱这里 金身 这个金身也很亮 这局我一看利桑卓把金身做出来 就知道一定会打团 而且安妮刚刚大的也很漂亮 几乎是在利桑卓金身出现的一瞬间 这边也是选择了开团 然后利桑卓直接进来金身 留住了对面的后排 这对于这波团战来说非常关键 这利桑卓的伤害也显得略微地有一些不足 而且这局安妮真的太亮了 安妮的游走 还有在线上 包括刚才那一波 开团 对 开团 太亮了 我们前期也是有了一个10-1的数据 在19分钟10-1 这眼睛是太大的优势了 对 因为10个人头 有8个跟安妮有关 对 哎呦 这个W又亮了 有机会吗 飞机直接是闪现 闪现跟两个人分开走 安妮卖自己 两个说不定都要杀 哎 刚才两个人不应该一起吃那个核弹的 是的 他们一起吃了那个超级导弹 而且我觉得要卖就早卖 对 其实安妮刚开始W晕到的时候 南昌还稍微回头了一下子 嗯 就不能让你 就那么被杀 这是展示了队友之间的很好的感情吧 这个就打比赛跟战口局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打比赛一般就是一个上了 就知道 虽然我知道会输 但是我还是要上 对 所以一般有些战队打起来 兄弟们有人看着呢 是吧 一般有些团阵打起来的话 这种队伍就是直接就团灭了 哇 这个盲森都可以单人欺负我了 不过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毕竟已经在对手的二塔下了 嗯 一毛又开始跳起来了感觉 刚刚是连大招都已经直接交了 是的 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野区的争夺和资源的抢夺是 EPA这里有很大的优势 虽然凌乱刚刚是 也算是趁机收了两个人头吧 但是并没有扳回前期巨打的劣势 是 他们的经济差距还是有七千块钱 在21分钟的时候 七千块钱已经是很大的经济差距了 但是PE还是有翻盘点 这局 结合对面阵容来看的话 现在打团确实对于EPA这边来说 比较好打一点 哇 王子碰到 然后妖姬这里要被秒了 李桑罗进场 大招大字节 但是这里的话 安妮大到了一个大虫子 兰博跟 兰博跟毛森在集火一 一毛我的天啊 这 刷新危险游戏 刚才 四杀 哇 击击 这这波打下来 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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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其实开团开的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之后对于对手的C位 就完全放掉了 为什么飞机会跟队友站开呢 刚才那个 那波飞机是怎么走上去的 对 它完全就是一副上去要留人 然后结果发现对面出来一个安妮 立马掉头就跑 也是没有打出足够应该有的伤害 而且刚才那两个人回头 就是皇子和兰博回头 想太多想太多 南下杀了以后 直接是危险游戏 又回了一小口 刚刚还是配合上也稍微有一点点失误吧 其实皇子 如果我觉得当时兰博回头的早的话 还是有可能的 再回头时间稍微晚了一点 兰博应该没有技能 我猜的是应该是没有技能 而且一开始的时期没有想回头 皇子和他回头的 皇子一个EQ 实际也是稍微反应了一下 风女在旁边也很关键好吗 这个就不一样了 而且这个时候蛮看人品的 如果南枪真的是 一个暴击都没打出来的话 我刚没看仔细看他有没有暴击 反正在风女带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直接A死了 对 经过这几波以后 蓝博的装备是真惨 现在他这个装备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 对 他的大招伤害也并不是特别的高 距离今生还有两千多块钱 对 而且他不可能开着QG能进场去跟对手耗 所以现在局势对PE来说非常的不利 你觉得他们还有翻盘点吗 难 因为南枪是一波飞了 南枪一波四杀 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他们每一个点的伤害都很高 如果只是妖极和立桑主的话就还好 因为你要说解的话 蓝博那个AOE跟立桑主的AOE比起来的话 其实是不差的 因为他是难得理折磨 这就是我们开始说到的 就这样一个阵容 一旦他每个点都发育起来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去针对对手 对手每一个点都很强力 对 TP过来守这个塔 立刻没挑起来 反而应该有可能被反打 黄子被BOSS在这个路口 队友压根没想上啊 一毛踢回来飞机 然后自个儿呢 就双方打野 强行送了一波 互相送温暖 你上网来 对 好 安妮搭到了蓝博 大双子抬起来 安妮 AOE直接把安妮给轰死了 但是蓝博自我沉默只能死了 哎呀 南枪又要收割了吗 我麻烦你黏住 没有办法 没机会 但是这个防御塔是掉了 这里是撕血 换了一个二环二 还是不错的 P现在的一个局势来说 能打出这样的 二环二已经对他们来说 是很完美的一波团战 双方打野那个强行送有点 太搞笑了 我能够感觉到 黄紫的那个想法 但是黄紫很明显的是 跟队友想法不一致 队友全在往后站 蓝博压根都没有想到更大 对 然后黄紫就上了 这个是沟通有误 然后黄紫那个心事 他自己已经被包那了 他干脆就把伤害 直接打除算了 是的 这个可以理解 一毛那种我真的没懂 这时候队友表示 我们并不能理解你 但是一毛那个 真的是有点 我不知道一毛 踢中了谁 然后他要把飞机踢回来 我也想到 我也想到是 如果他踢中是飞机 然后他踢过去 飞机W走 然后他只能把飞机 往旁边踹的那种感觉 他是把飞机往 他是往回踩 他可能是踢过去以后 反正不编剧本了 反正就是 没有踢回来人 自己也是死在那个里面了 很尴尬 我懂了 莫言闪现 你看 你看黄紫的闪现 好的嘛 所有技能全交 黄紫又死了 我的天 这两个打野 今天真是够了 可是一毛并没有死 直接踢过去啊 这不是 这不是一毛 这绝对不是 这是谁 这一局比赛到现在的情况下 已经有11000块钱的 进行差距26分 哇 你又是打到两个 后排瞬间秒杀 这个中上 这个中下 我的天啊 这把黑了 黑了 这把已经黑了 这把跟上局不一样 上局打的是 一直是军事 这把是碾压 26分钟 12000的经济差距 而且对面是这样一个阵容 很难的 关键是 你说现在 P这边 他即使抓住机会 他秒谁 秒谁 我觉得他都打不过 这局 P这边 石漆和黄紫的想法 一直都不太一致 从一开始 就是除了蓝博 第一波自己作死 就是送医学 以后上路 可以说是 黄紫去干克那一波 是彻底崩了 就是干克那一波的话 黄紫一直在A 但是蓝博那个样子 就是知道后面有人 然后也不太想交机能 也不太想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他是希望跑 对 结果 两个人想法不一致 就导致了 两个人都已经 这次算是中寒交流 有障碍吧 有障碍 这个应该是有障碍的 感觉还是 磨合上有一定的问题 想法不一致的话 低过去 就必须得确定 按照一个人的想法来 这个大招放得不错 堵住了对手的人 但是 只能走 这个大招放完只能走 这还要打的话 完蛋 踢回来大虫子 但是 令他说闪现跟W 继续接大招 这把大虫子秒了 然后皇子这里想去 先后排也没有办法 哎呀 这个 这就我们说现在 踢谁都能杀 现在他们的情况就是 你像 对面的阵容里面 瞎子已经踢回来了 一个最不应该踢回来的人 但是都能完全的秒掉 这个 这是什么想法呀 真的你看蓝博大招交完以后 对方全部都用位移 躲开那个大招以后 就知道已经没则打了 这只有走啊 这 还会去选择跟对手拼 这皇子回头一回 我可以想 他可以去卖自己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 都还想打 我觉得这 沟通有问题吧 有大问题 可能到现在 几波沟通上的失误 可能心态上 也有一点点的失衡了 可能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说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吧 因为这一把 确实感觉 希望不是特别的大 你要真说 抓住机会的话 除非是 对手 真的去送 对 要不然 要不然只要是打团 肯定是打不过的 给这里南枪 哇 这个一毛真是上头了 哇 看我一脚踢四个 立藏桌进场 大招 大招 大四个 南枪大招 直接崩死一个 我的天哪 这只看似是 一毛强行作死 但是人家就是 一脚踢四个 对 又为这一把证明了 证明了 其实刚才 他只是作死 是的 主要立桑卓 那个位置太好了 进来就直接打不留 然后打四个 一毛说 我不这样演 对手能 继续打这条大龙 打这条小龙吗 真的 如果是PE 刚才我感觉第一反应 都只是觉得 只有一毛一个人 是的 他就觉得 只要围堵这个瞎子就好了 然后一毛也是 往里面小走了一下 哎呀 你们就都进来了 太会演了 这把PE 还是感觉心态稍微有点失衡吧 希望他们下一把 能调整好状态 因为现在 在 还没到三十分钟 就已经 两万块钱的经济差距 哇 这局的话 妖姬跟上把 舅舅的妖姬 还是 就水平都很高 对 一个是反战型的 一个是切割 对 诶 这是强行做 斯丹利桑卓 这个伤害也太高了吧 又是大四个 但是 对 没有人收割了 主要是刚才那个谁死了 那个那个 安妮死前没有方便 这里还不走的话 我感觉会被妖姬 哎呀 这两段 手速是很快没错了 但是 双方就开始各种秀了 已经 妖姬有W了 妖姬在想 谁也不敢去 妖姬在想 怎么办 诶 飞机可以远程poke W走 回来 W走的话 哇 直接换掉一个 他想的是 W回来以后 第一想法本来是蓝博 但是他W回来以后 发现飞机在脸上 干脆是先把飞机秒了 对的 这一波也是非常的漂亮 换掉了对手 这里可以看出 一神真的很厉害 这加上什么 一神带四腿 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点 对 有一点脏 而且他carry了 carry就是一神带四腿 对 反正自己取的名字 怪我们了 这一把的数据 也是非常的漂亮 是9-2-8的一个数据 也很好地带动了 整个的节奏 在这样的比 在这样的情况下 PE感觉完全没有机会了 已经没有机会了 就是用 那个毛绳的话 就是等着一波点投降 今天一神说了 我的双手和双脚 发育的都很好 就是我的 我的左手 有点不太听使唤 我的左手一毛巾 今天有点翻二 哇呦 这个时候如果是PE再过来 就有点作死的意味 对 这一把其实我觉得 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 因为还有机会 腰机已经 有点刚了 我看一下腰机装备 鬼叔 帽子 法穿杖 小面具 还好他的CD 没有叠满 但是已经五个半神装了 他自己磕了一个 巫术合技 现在秒人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看秒谁了 我的天 不要那么跳吧 冰线来了 又是大龙buff 这是要一波了吧 感觉应该是要一波了 这个大虫子 感觉是没有什么 手术的希望 这个大招是晕到了飞机的 但飞机反应比较快 打不着走了 大招的效果是已经出来了 哇 南枪顶着虚弱 台起来 大招 直接被飞机AOE给轰死 蓝波进场 金身 腰机练到了黄子 W进去把黄子收割掉 这个时候 李藏卓本来想进场来着 结果被沉默了 这个大招还是打出足够的伤害 但是自己这里是金身能死 飞机最后肯定是要一下 A死 这一波是有一点浪 直接被反打了一波 说实话 一片这里 腰机给反杀 这继续追 腰机在等技能 W回去 一个R做死 那风女还继续追击的话 QE 回一下 W撞死 W回来 走位 但是 是QE的话 大招死了 我都知道这腰机要回来反杀 他大招念在手上呢 就在那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飞机是肯定没有什么机会了 对 但是说实话 一片这里这一局太浪 打得很 怎么说呢 这一波太浪了吧 这一波利桑卓 主要是利桑卓被沉默了 他第一时间放大招 对方直接直接黑完 被大招子给沉默了 你看这一波 你仔细看 他是被沉默了 然后出来的时候 这已经是他放过大招了 对 他主要看腰机这波是怎么秀的 腰机走下去 看视野 没有视野 他留了个W 回来 一个大招坐死 然后风女这个时候还追 还追 回来 如果是QE 这个死了 对 虽然自己也会死 但是至少可以换掉对手 我们 B又是多坚持了一小会吧 但是说实话 其实这种 没有什么意义 对 装备差距太大了 刚刚 EPA也是 打得不是很清楚 觉得自己优势足够大 但是这局飞机真的是躺输 你看飞机的数据 飞机装备很好的 对 我们看一看 好 利桑卓进场 大谁 大的是 飞机 但是还是飞机第一时间没死 但是这个金身 救了自己一命 好 蓝博死前放了一个大招 刚蓝博是没大吗 他没有第一时间放大出来 好 唧唧唧唧唧 恭喜EPA 然后也是扳回一城 今天有第三局看了 是的 第二局打这么精彩 我的天啊 那我们的小童其实也是 整整三十几个